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道 非常簡單快速製作 又健康 沒有負擔的義式香料索泥 是用地瓜來做的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準備 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個地瓜 把它切成長條狀 那沫去皮都沒有關係 然後把它放在電鍋裡面 蒸大概10到15分鐘 蒸熟 蒸熟之後呢 就把它全部加到一個 可以攪拌的鍋子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要加入一些 一大一香料 然後呢再加速一些這個 冷壓的橄欖油 這個是冷壓的沒有膽固醇 也不是什麼高溫油 所以 是健康的油 可以做加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來拌一下 那你在拌的途中呢 如果太乾的話 還可以再加一些乾的油 然後也可以加一些少許的鹽 加一點鹽進去之後 地瓜會變得 感覺會變得更甜 一點點少許就好 油味道就可以了 然後再繼續拌一下 把它整個拌勻 OK 把它拌勻之後呢 這樣就完成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健康高鮮 低脂的這個 義式風味的 薯泥 是用地瓜做的喔 好 剛剛來試試看吧 好